到底有沒有最終組織長 何惠廖最終組織長放在哪裡 目前還沒有一個定論 到底有我們的進展如何 那今天我想這些議題 他今天都會討論到 那我很希望說 用藉著我們核能安全的 這樣一個討論 能夠公開透明 讓這樣一個資訊 大家都能夠完成清楚的了解 這才是我們委員會 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這一次我想 台南公司也會提出相關的議題 來給各位做個報告 我們也要聽聽我們所有委員會的 所有委員的意見 我們希望站在一本初中 對我們荷能電廠的安全 在我們核安進入委員會的努力底下 能夠讓我們新北市的市民 能夠因為公開透明 能夠讓他們更了解 我們新北市 目前為止剩兩座 當然算三座 荷能電廠目前到底 我們所採集的態度 對核電廠的安全的把關 是我能夠符合民眾的一個期待 我想這是我們委員會 各需要努力的地方 再度謝謝我們所有委員的辛苦 那我想今天的開會程序 就照我們A5大運報報的內容 主向來做一個進行 好 謝謝 102年由新北市議會 跨黨派經42位議員連署提案 要求新北市政府 成立第一屆新北市核能安全監督委員會 到今天最後一次會議屆滿兩年 歷經這兩年來 在核主委的率領下 各委員及牧場們 為堅持貫徹核安第一 為同心匯合、出核 而相互扶持的公司協力下 行取還原真相與事實 拟集了核安第一的撫會公司 其立阻擋了台電氣圖闖關的 以中期儲存之名 行最終核位料氣質堂之實 除將用過核子燃料的高階核位料 進行穩泥土互相做露天乾式儲存 未來並要面對核一核二長 屆滿廚藝的間際工程 虛耗時60年 新北市孔將成為 最終核位料氣質廠 台電在毫無處置 用過核子燃料的技術 經驗更無室內集中式共用的貼質 以熱式Hot Sale 必備設施 此兩者皆為用過核子燃料 可供再起初再減程 防輻射外試 以高溫衰變熱 必要治安全設備 這樣如此草率作為 台電中期儲存 四十年計劃的 用過核子燃料約兩萬數之計 終將滿足散存於新北市 此需二十萬年才無獨化世紀制度 所幸天佑台灣 黎明昌生 三年來我們日語季月 全民主委會專員 試圖制度指導 奪命台治判決鋼頭 重大措施 和世事緊急奔走 陳情於立法院 監察院 聯能會 新北市府會間 中後新北市府會 共同合作 籌組新北市核能安全監督委員會 而擋下了台電這項顏 世代正義 強害人民以土地安全 破壞環境與資源永續之 核能一場用過核子燃料之 終極三次露天土地圖 互相組成計畫的措施 我藉此呼籲 落實未來匯合家園的能源政策 所重用人為財 我們要先吃飯無能力執行 核能替代方案的台電高層 也要讓那些美美恐嚇人民 沒有核能就會缺電 就會長電價的決測者下台 期待大家攜手 為台灣安全與永續為信念 而堅持下去 我們都很清楚 不論是核四也好 或者是核一也好 核一主要是它的核廢料的干涉儲存也好 我們沒有這樣的信心 也沒有這樣的資訊 可以提供給我們 去做一個同意的可能性 非核家園一定是我們共同推動的目標 不是聽了台電講說 它要研議就可能研議 我想任何政黨執政也不可能 只聽電廠的話 一樣的我所強調的 我們今天核廢料沒有辦法處理 什麼去使用這個核電廠 尤其是原來的私事儲存 是勉強的一個狀況之下 如果今天還要同意干涉儲存 或者是照現在的一個方法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安全是最重要 沒有否則不必考慮 很清楚 我相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济不含 受文者 财困法人宜兰元文基金会 发文日期 中华民国103年12月29日 发文字号 金科字帝10300139820号 主旨 贵会关切本部规划 行政法人放射性废弃物管理中心 设置条例 草案之推动现况 妇如说明 请查照 说明 一 依据行政院秘书长103年12月18日 院台金字帝1030074910号 转贵会 转贵会103年12月11日 人文费和字帝103-1211-001号至行政院毛运长 涨含办理 二 本部索尼 行政法人放射性废弃物管理中心设置条例草案 于本103年8月8日 承送行政院 行政院就该设置条例草案 以分别于同年9月5日及11月11日 召开二次审查会议 四因内阁改组暂缓 将于近期重启审查 如所影 行政院毛院长就任谈话 院长十分重视公民意见 并要求行政团队 应观察 倾听每一位国民的需要 展现最大沟通诚意与善意 对于贵会所表达 国家放射性地契物专责机构设立之迫切性 建议 行政团队自当征召院长上开指示 拥续积极办理 三 以目前草案规划 该专责机构董事会 以明定董事成员 应有社会公正人士或民间团体代表在内 其比例不得少于董事总人数三分之一 据以强化董事会决策之民主正当性及代表性 并应定监督机构应邀级 包括学者专家及社会公正人士在内者 组成评件小组 办理专责机构之绩效评件 以加强监督落实公民参与 四 该草案于召开全国法案研讨会期间 以蒙贵贵热心参与并提供宝贵建言 四副致含行政院毛院长 关注本案进度 本部由衷感谢 会赐着剑作为证件推动之重要参考 部长邓震宗 你刚刚跟他讲说 美国先用这个干事储存 目前他想要从30年要延长到60年 甚至要延长到100年 问题是我们现在连开始用都还没有开始用 所以那我们要用这个干事储存 那你就要考虑地方对这种东西安全的这个恐惧的这个问题 你要解决地方的这些疑虑嘛 那地方要求也是很简单 就是说 你要告诉我说 你要放在这边要放多久 你要放20年 要放30年 30年后 我要放到哪里去 你总是要有一个答案 但是你不能跟我讲说 我要40年后 我才可以告诉你 我的税中储存在哪里 像过去你们讲说合一合二 到什么时间就要处遇的问题 你现在合一你要研溢啊 是不是 所以你现在讲说 未来你会有这个地方可以来放 甚至说我们规划到国外 到哪里 荷兰啊刚才讲的 还有说什么集中的储存 现在都是一直在变啦 我觉得从过去的江维到现在一直在这地方绕 那我们觉得就是说 我们台电应该有一个责任 就是说 好 我的干事储存要吊起来 要吊到这个地方 但我要放多久 我觉得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应该要给地方民众一个说明 甚至站在我们新北市政府的立场 我们也是站在民众安全的角度去处理这件事情 最重要的是民众对核汇料的处理 不管是低阶 不管是高阶 台湾对核汇料的处理的能力 不是营免者 自己说了算了不是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营免者扮演 在处理的一个利益的角度上 或者处理公司的营免的角度上 其实刚刚称为谈了一个想法 现在立法人希望能够立法 有第三者来做这样的监督 其实这个我也是满赞成的 因为通过第三者的监督也许会更起了两方面的一个信心 但是最重要我觉得不是只有单因这个样的一个问题的进行而已 其实我们谈了很多次 就是说台湾民众对核汇料处理的信心其实是不足的 安全不是来自于计时 安全是来自于对核汇料处理的信心的问题 我们要先看到后面的答案 才能够回头过来看前面的进行 那成委员是很用心 成委员是很用心 包括 他这个 收集了很多国内外的资讯 我是觉得台湾公司应该要积极地去参考他这些资讯 那面对这样的资讯 我们整个台湾公司的立场上 等一下的专案报告也都会影响到 这个大家的一些看法 所以 就像我们市长刚刚讲的话那段市长 我们市长已经立场也是很清楚 他市长立场的大概就是我们台湾监督委员会 目前一直要求的往这方向走的 你如果没有能力处理核汇料就不用再想做核汇料的相关的议题了 所以我是觉得核汇料处理对我们新北市迫在眉睫 迫在眉睫 对台湾人讲你也是一个压力 因为都是压力 所以我在这里拜托大家 尤其台电公司要拜托大家 拜托我们台电的时候好好帮忙 我们都是好朋友 无论如何 也要感动对我们新北市的市民的期待 要真正能够有所违影 也对我们委员会所有委员提升的问题 也能够积极的面对去处理 那甚至你也要告诉我 非常精准的告诉我们的旗城 到底要何其何种 对我们全台湾人的民众 也要做一个先实性 这才是最重要的处理的态度 你的使用直到四十年到一号机 到一百零七年的十二五号就到期 到期之前你按照目前的法规 必须要做厨艺的准备 所以要提出这个厨艺计划 厨艺计划刚刚有说明到 就是说你这个厂未来要怎么拆 把它拆得非常完整 然后能够那块地 恢复到能够在使用的情况之下 这样提出一个计划 那计划是要求在厨艺前三年 就是一百零四年的年底 一定要送到我们主管机关去审查 这是这样一个厨艺的一个过程 台湾公司是这样的一个立场 研绎这个计划 是我们在技术面 技术面一定要完成这个评估 然后提送给主管机关来做审查 那审查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些意见问题 需要台湾公司做澄清跟说明 最后呢 这个审查之后结果应该是技术面的问题 会有一个结果 那至于政策面 会不会研溢 那就是可能在政策面做一个决定 那是未来 尤其全国能源会议完之后 整个国家等等 对于未来 整个能源的组合 对于未来的核能政策 是不是会比较明朗等等 那是处于这个政策面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就是两套计划 同时在施作 计划 比如说我厨艺计划要做 我研绎的评估也在做 就同时做 做然后看看107年 12月5号之前 看这两边是怎么样一个确定 假如确定一边 当然就是那边做 那边就摆着 大概是初步是这样的一个会话 我们所谓的青采 一方面的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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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选择成的职制 他们的职制 他们们的职制 他们完全知的职位 和他们的危险 人的危险 就宪的地址 尤其是一方面的职制 在西方的职制 这人的职制 这出门 的职制 的职制 文字幕的职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t de ne pas transférer aux générations futures ce démantèlement. La centrale nucléaire de Main Yankee, née en 1972, a été démantelée entre 1997 et 2005, avec des techniques parfois expéditives. Ces déchets doivent disparaître. Tout le monde ici est d'accord. Pas parce qu'ils sont dangereux, mais car leur entreposage coûte trop cher. Pour être très clair, le coût du stockage de ces déchets qui se trouvent derrière nous s'élève à 8 millions de dollars par an. Mais même si le gouvernement nous donnait de l'argent pour nous aider à assumer le coût de stockage, ça ne réglerait pas le problème principal. Comment se débarrasser de ces déchets ? Donc la question qui se pose aujourd'hui, c'est combien de temps vont-ils rester ici ? Voici 40 ans en Allemagne, on décide de stocker des déchets radioactifs dans une ancienne mine de sel, à 500 mètres de profondeur. Un stockage à la va comme je te pousse dans un trou creusé dans le sel que les Allemands vont payer très cher. Car dès 2004, la montagne bouge, l'eau s'infiltre, le sel craque et certaines parois s'effondrent. On sait aujourd'hui que les fûts contiennent bien plus de plutonium que prétendu au départ, mais encore du cobalt ou du strontium. Les ouvriers passent leur temps à colmater des brèches en injectant du béton pendant que d'autres contrôlent tous les jours le taux de radioactivité dans la mine. Une course contre le temps, car de manière inexorable, la montagne de granit qui jouxte la mine de sel exerce une énorme pression en bougeant de 10 centimètres par an. On a mis des poutrelles en fer et vous voyez comme elles se sont déformées en quelques années ? Il y a même des fissures qui apparaissent. La radioactivité s'échappant des fûts éventrés est telle que ces déchets sont dans l'immédiat inaccessibles. Espérant les récupérer un jour, l'Allemagne continue de dépenser ici des millions d'euros. Dans tous les pays du monde, le démantèlement des centrales nucléaires coûtera beaucoup plus cher que prévu. La déconstruction se révèle complexe, longue, dangereuse et la gestion des déchets reste partout un casse-tête. Faut-il donc démanteler nos centrales immédiatement ? A-t-on vraiment les capacités techniques et financières de déconstruire et de stocker les déchets nucléaires en toute sécurité ? Des questions essentielles, au moment où certains pays envisagent de ne plus dépendre de la seule énergie nucléaire, voire même de l'abandonner. des questions sur l'aise-tête. Il n'en est toujours pas plus important de l'aise-tête. Il n'est toujours pas encore plus政érément. Et il n'est toujours pas encore très important. D'aise-tête. Een d'aise-tête. En 5mètre. 你現在又惡心惡意 你現在看惡意惡惡場的內部裝作 內部最後 你看惡意 這有什麼東西可以再跟惡意 如果它是核災 台南裡別的了嗎 現在我們要握意誰要幫我們負責 現在這個災難出現誰要負責 我們要幫它處理 還要繼續惡意 核電 這才要處理 這大家當是這麼多條 因為大家沒有人發電 要怎麼發電 把最終出租廠要擺在國外哪個地方 也許不是 來實際能夠做決定 但是起碼兩年 兩年總要有一個騎乘 要一個目標 更重要的起碼要一個 初步的一個 我應該講說你起碼要有一個 兩方面之中的 這種合作備忘錄也好 或是有什麼樣的默契 很清楚要告訴我們民眾說 啊 玩新北市的 這個高階核災料 在幾十年 幾年我要去擺在哪一個地方 最終處處長核災料在哪裡 107年的社會物況 就四十年了 你現在問題不解決 啊你怎麼要告訴我說 啊政策就一個 一計畫就政策一個決定 其實你就要告訴我 就是要處理 或是要嚴厲 好 你的問題 才有後面的一些配套的做法 啊沒有的話 你又拖到明年後年 大家再換一個新政府 2016換一個新政府來 再講說我要不要處理 要不要嚴厲 那已經 107年就要 107年就四十年到晚 再告訴我這個議題 光寫那個計畫 又要拖幾年 拖絕對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那這裡面我也非常謝謝 陳偉他收集一個資料 我現在這種 以後再處理這個散透了 拆除這些核電廠 包括保存核廢料 這個成本 非常高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新建一個成本 那後續的營運 再加上維護管理 甚至到最後的拆除 以後保存那種核廢料 那種拖絕的成本 會 會比我們替代能源便宜嗎 這個我也會覺得蠻純粒的 我們沒有種拖絕的 那種拖絕的 不一定 我們現在在行 替代能源很貴 但是如果種拖絕把它算一算的話 發生之後我們天然能 比這核廢料處理 未來的拆除還便宜的話 連我們現在都貴一點嘛 所以 其實有時候 陳偉收集的資料 我以為是蠻驚佩的 其實我在這裡都在學習 因為這個我也不是專家 我在這裡學習 我就是希望兩者之間 大家能夠取得一個共識跟平民點 讓台灣 經濟 電力 都能夠安全不一的走下去 尤其安全 不是用經濟可以來取代的 所以我特別做簡單的一個回應 這也是我的懦念 我跟台南的高層 高層也談過 核武不要用 要怎麼取代 我要去講 用天然氣的基礎 和南美基礎更新 南氣北宋 中氣水利也加大 這都在開解的問題 天然氣讓台南去買 台南最麻煩 政府的關係 可以把他們得到最大利益 我們可以利用 他一年 政府也有同的 現在有人氣 那時候 那時候 政府的關係 和南這段就處理 把他先 和南這段就把他處理掉 連處理跟和外國處理 都交給專者機構去處理 台南好一百天 這是我們台南的公権 我們歷史公園 我們大家要在前面 前面來面對 這樣 前面來面對 台南的財政 一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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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前面買單 所以我現在是在追蹤 專者機構設立 要保護 要主義 台南配合 這樣才有辦法解決 對他有什麼問題 要專心去發 去把每個南區的基礎更新 他好去做 那 那 風力發電跟戰勝 那裡的話 這發電就有機會發展起來 因為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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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願意 願意我們打個抓蛋 這 什麼 我們 可以 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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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